大家好 我是怡婷 猜猜我今天在做什麼 今天我要第一次自拍 今天自拍剛好有一個很棒的機會 因為有讚車可以看 今天什麼樣很讚的車呢 那就是A4 奧迪的A4回到台灣了 不只一台A4而已 A4AVANTE也來了 今天是A4的全家族都一起出現了 除了A4AVANTE以外 除了A4AVANTE以外 還有RS4 今天我聽到兩個重點 A4全家族回來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RX全家族 你在今年12月31號以前要買都買得到 包括了RX4AVANTE RX5Sportback RX6AVANTE RX7Sportback RSQ8 全部都會出現 如果你買不到 我跟你講 我今天亮安婷掉下一句話 你直接找奧迪就買得到 如果買不到找奧迪算帳 我們趕快看看今天有什麼樣厲害的車子 走吧 要說到A4呢 我們要當然從 之前的A4歷史認識起 今天跟品牌的人呢 一起聊 那你也才發現說 A4其實有很大很大的好幾度的變革 從最早的A4 那時候叫做奧迪80 那時候呢 它最新引人就是水汪汪圓圓圓的大眼睛 兩顆圓燈 這整個的這個車子的燈的這個氣質出來 烘托起來 最早期的 還沒有A4 那叫A4的AZO 那個時候你就覺得它有點 古典中帶有可愛的純樸的元素 那到第二第三代呢 慢慢的它前面的眼神就開始變成方形 然後整個包覆起來 旁邊是方向燈 然後慢慢的過幾代鍍鉻鍵也進來了 然後在第三代第四代之後呢 很明顯的 它的這個水箱的這個地方呢 就變成了是一個很清晰的鈍型 所以現在的A4那個很漂亮的鈍型 就從這時候開始的 然後你知道嗎 原本是房車啊 然後Avante的車型 一直到第四代之後 也出現了有敞篷的車型 所以呢 其實整個A4的家族呢 呃 要算起來 我覺得挺豐富的 那到現在呢 A4再次的回到台灣 他們說是一個中度的改款 但如果你在現場看 你會發現這個中度還真是重度啊 是發音錯了呢 呃 在引擎蓋之上 大概是沒什麼改 在它之下 幾乎全部的面貌 都跟以前不太一樣 折線變多了 然後從車頭看呢 折線這樣拉上來 然後在下面又加上鍍鉻 跟那個水箱罩的整個這樣烘托 你就覺得前臉好像變得更 寬扁一點 其實它的屁股也是寬扁的許多 那車側呢 以前是一個直線 那直線當然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會覺得稍嫌單調 它的直線就是從前面 然後下來一點點再過來 穿過肚子 然後屁股再起來 然後最下面呢 又有一點點往上揚的感覺 你會覺得車子在車側 行進間是非常的有精神的 那車室裡面呢 呃 當然MMI科技也有 然後在清晰的儀表板上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轉速啊 因為是全彩的 你會覺得挺過癮的 呃 包括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導航 嗯 這一點是蠻不錯的深得我心 那在這個大螢幕的地方呢 它是觸控的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 就得到所有你要的訊息 回到首頁 然後手機APP的連結 然後還有一些 呃多功能的 車輛的一些訊息 全部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那我們之前有帶大家試過A3嘛 我今天A4不能講太細 講太細到試車報導 你又不看 但是一些基礎的操作 我們可以認識一下 包括它的這個車身動態系統裡面有 當然我們現在很重視ACC啊 還有這個主被動安全科技 它也是全方面的 標配 座椅的調整 還有空調全部在上面可以看到 駕駛輔助系統 還有很重要的停車輔助 全部都在這個面板上面可以看到 那我們再仔細看看 這一台呢 是A4的AVANT 它有一些細節是蠻漂亮 包括這個地方 你會覺得 它的這個線條是很 圓弧過來的 當然是因為是駕駛導向 可是它不要很刻意的駕駛導向 很像一些超跑就是擺明給你駕駛者 擺明的就是駕駛導向 可是這個地方是有圓弧的方式 會讓你覺得做副駕的人 是很自然的融入這樣的氛圍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有氣氛燈的點綴 很漂亮 光是杯架 有些細節 好 這個到時候我們試車呢 大家呢 有想知道的細節留言 讓我們知道 我們會幫大家報導 接下來當然來看看我們的RS4啦 有沒有更加帥氣勒 Let's go 跟你講個秘密 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這一區才有冷氣 剛剛那一區沒有 所以我剛剛流很多汗 現在就是臉上的汗終於乾了 我們現在繼續來看RS4 如果你要知道A4的預階單架 我會列在表格的左邊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是目前的預階單架 那現在有RS4看的 當然就要好好看看它外型啊 奧迪呢 我覺得很引以為傲 就是它的頭燈 那這個地方剛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RS4的頭燈 炯炯有神的樣貌 非常好看 那我們剛剛說到它的折線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道一道的 在引擎蓋上面的折線 那其實如果你視線再往下拉下去的話 你會覺得整個車子的 往前衝的那個侵略感是蠻重的 那包括它前面進氣的地方 也跟剛剛我們看到A4 很不一樣了 非常非常的動感 那加上紅色的配色 包括了它搭了紅色的卡鉗 登登 那還有A4不會看到 就是這個地方有黑色的鋼琴烤漆 一道過來 車側這樣是不是 格外的有 律動感 然後在它的這個方向燈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它上蓋的地方 是黑色鋼琴烤漆 它的黑呢 是有兩種層次的黑 會覺得 非常的動感 車側仔細看它的線條喔 剛剛我直接講的 一道畫過去 覺得不夠有設計美感 可是如果當你一道過去 在前跟後 它都有一個 非常融入自然的這種線條 你就會覺得車子是律動感很夠的 然後在下緣的地方也是喔 可是你仔細看 它線條有慢慢的往上抽上來 然後到了這個下方的地方 是往下過來 就會覺得很像是 我們在看風洞測試 或者是在看空氣力學 這個車子往前補充 然後空氣過來那種感覺 那種導流的感覺 你會覺得 車子停著的時候就好像在動 非常的動感喔 當然因為是RS4 所以我們當然要進去裡面看看 跟剛剛的A4絕對的不一樣 帥氣度很高 先看椅子你就知道了 密密麻麻的縫線 我覺得這個做工喔 真的是蠻細的 好柔軟很舒服的感覺 這裡在鞋上正RS 坐進來非常有包覆性 跟剛剛A4不一樣 A4我覺得是質感路線 坐進去 還有眼睛看到是典影牙路線 在RS4上面呢 登登 你看 carbon fiber就在這 然後這裡再寫個正crunch喔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 精神上 靈魂上 意義上 實質上 徹底的不一樣 然後再看到 中控的地方也是一樣 它有carbon fiber 好 這裡有一些旋鈕 那我們就直接上車內囉 我說這人生啊 不是我付錢 而是 人都會嚮往美好的事物 所謂美好的事物 除了我剛剛說排檔頭 不一樣 你看它這上面有這種網格的 你握起來就覺得 我就是一個性能的猛獸 我骨子裡面的那個猛獸靈魂 就被召喚出來了 這個感覺很棒 這裡再寫個RS 告訴你 我的血液就不一樣 我喝的汽油就是不一樣 雖然是一樣的啦 但是你會告訴自己 心力馬力會多了許多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呢 雖然我們有carbon fiber在周邊 但是這裡有黑色鋼琴烤漆 再配上紅色的這個車縫線 這個地方氣氛燈 就算你只是放一杯一般的可樂 你都會覺得那可樂呢 讓你心力馬力又多了10匹的感覺 整體的氛圍很棒 再往上看呢 一樣是駕駛導向 它在副駕的地方是有點凸起的 你會覺得做副駕也有一種動感 會鼓勵這個駕駛座的人 一起來往前衝的感覺喔 那我們再來看儀表板呢 我個人覺得 S4儀表板非常漂亮 當然它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但是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G值加速表 然後這個加速跟轉速的地方 它的排列方式很妙 它是這樣左右直的 很特別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切換成 是一個像L型的 它就不是像傳統指針是整個圓 它是讓你有往前衝 或者是一個L型的 你就看喔我拉轉 或者是我現在的車速大概多少 它是一個倒L型的 非常漂亮 你會覺得我開這台車 這個就是跟以前不一樣 再來就是來琢磨一下它的方向盤 方向盤因為上面有很多的洞洞 你會覺得握起來 感覺很好 非常扎實喔 所以快 沒有那種感覺很好 換檔撥片在下面這個地方 加剪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門板 簡單的這個塑料件 然後carbon fiber之後 鋼琴烤漆 配鍍鉻 再來就是擠皮了 這叫做多元複合 跟用盡感情 這麼多的材料在上面 紅色縫線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整體我覺得就是質感跟洞感都在裡面 後座不錯 我來看看後座 我們天窗也蠻大片的耶 對不對超大片的天窗 我來後座看一下 哎呦 這台車 跟我很match耶 前面這個是有點桶形桶形的感覺 前椅這個有點桶形的感覺 所以難怪包覆感特別的好 所以連後座它都有一點包覆的感覺 我的車 這種感覺是不是挺不錯 對 坐在裡面是舒適的 它的這個 做的質感 那個泡棉是舒服的 不會說過軟或過硬 過硬你就覺得很挺 可是這個 因為後面它故意做一點線下去 所以我覺得是 呃 有一個軟度 Q度 反正做的是挺舒服的 然後中間這一塊 我想就是實用面啊 所以大概也 能操作就是這些東西了 但是它因為後面有兩個獨立的出風口 這個也還蠻重要的 這裡還有兩個 可以讓你充電的USB 因為RSport的這個預接單的價格還沒出來 大概9月17號會出來 所以到時候再幫大家報導 然後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A4家族的這個訊息 就留言讓我們知道 因為到時候試車 我們可以幫大家進一步的體驗一下 然後前面那個觸控的地方啊 因為真的是蠻多的細節可以看的 就是虛擬駕駛艙啊 很多的訊息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知道 我們下次也幫大家體驗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趕快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